今天在船行到驱汤峡的时候 江水滚滚 山顶云雾笼罩 两岸的峡壁如刀靴一般的陡峭 你想一想古来今往的多少人 从那里曾经匆匆的划船而过 当时还风急天高 还煮青沙白 还非常的凶险 中间有个石头 那个石头其实直到上世纪 1955几年吧 才被炸了 本来那是个很大的礁石 就是大部分船在那都会翻 现在它已经成为了航运非常好的通道 在那里 你看现在青山一在 然后江水仍然东去 到现在一切仍然如久 但是那些人已经不在了 那些人不在 他们都画成历史上 非常简单的一个名字 我今天突然就想到了 就像当时江两岸的那些船工一样 就像当时城里那些百姓一样 就像当时那些心怀壮志 但始终未愁那些诗人一样 就像那些往来的商骨 还有那些被贬的官宦一样 再卑微的人的灵魂 他可以无足轻重 但他绝非平平无奇 他们留下来的诗词和句子 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 或者是向上的精神所鼓励着我们 所以每一个平凡的人 都可能是高贵的 每一个为了生活 或者为了理想 奋勇向前的人 也都值得我们去歌颂和敬仰 膜拜和学习 这些人奋尽全力向前一跃的 这种惊现的瞬间的故事 我们把它叫做历史